因為我女兒就 對 妳們也是 每天生活在劇本裡面 真的喔 對 她會逼她講那些 因為比如像我女兒 她就會 比如說她在校車上 然後我就會傳點訊給她說 寶貝 今天想吃什麼 媽媽做給妳吃 然後她就會去找一些 比如說抖音上的影片 或是哪裡的影片 然後比如說她有一天 想要吃部隊鍋這種的 她就傳給她說 媽媽 這看起來好好吃 我天真那個什麼 是 這種 好厲害 然後我就會去 很開心的 貴小 劇烈的去買食材 然後回來煮完之後 然後我就說 但是我女兒心情好的時候 她就會這樣 就是比如說她在校車上 有睡飽 好像來了 她沒什麼狀況的時候 她就會說 好給牌 動磚 然後我就是覺得很開心 可是她如果 有時候在校車上睡一睡 被吵到或是妳知道 心情不好 對啊 她就會回來就說 隨便啊 她有一次也是這樣 我就整個大受傷 你知道嗎 我也是傳簡訊給她 我就說 妳晚餐要吃什麼 然後她用 傳字的 她就說 可不可以不要問我要吃什麼 妳煮什麼我就吃什麼 我每天想要吃什麼也很煩 哇 好棒 然後我就抓公了這樣 我就錄語音說 妳今天我真的要親妳的 是不是很酷 沒有 結果在校車上播出來 也是非常戲劇化 對